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第七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心理励志类第六名 书名叫做《隐性潜能》 华顿商学院最具影响力教授 突破天赋极限的实证科学 作者亚当格兰特 译者洪慧芳 出版社平安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7月29号 内容简介 带你攀上巅峰的不是你的天生才能 而是你的隐性潜能 逆思维作者亚当格兰特 No.1 励志神书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蝉联分类榜14周 亚马逊书店评选年度最佳书籍 直逼五星满分考评 售出38种语言版权 美国畅销突破45万册 荣获伯克莱成品金石堂三大书店当月选书 普盛市吉登伯克莱心理励志 商业理财新书榜双冠军 彻底拒绝完美主义 安藤忠雄才能成为日本建筑大师 来自美国最贫穷社区的西洋棋队伍 如何下课上 击败顶尖名校 成就出众的顶尖精英 学生时代非但不是神童 表现往往不特别突出 只要掌握适当的学习方式 任何人都能学得会世界上的所有知识 持续进步的人比最初就在巅峰的人 收入更高 成就更好 我们活在一个特别重视天赋的世界里 颂扬天赋异禀的学生 天才运动员 音乐神童 点点点点 这种对先天优势的迷恋 却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个人的成长潜能 低估我们潜在的成长空间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精益求精的能力 即使机会不主动来敲门 我们也有办法为自己打造一扇门 亚当格兰特结合突破性的证据 惊人的见解 生动的故事 带我们从教室到会议室 从操场到奥运会场 从地底到外太空 探索每个人的隐性潜能 本书一针见血的指出 你的进步不取决于你付出多少心血 而在于你的学习方式 你的成长不依赖你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是与你的品格密切相关 只有培养你的品格技能 你将得以释放潜能 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机会 我们推崇那些成就最高的人 却忽视了从起点走来 进步最多的人 然而衡量潜能的真正标准 不是看你到达的巅峰有多高 而是看你到达巅峰时走了多远 本书揭开任何人都可以自我突破的心法 让你往后的每一次行动 都能百分之百发挥你的隐性潜能 火灵土中开出玫瑰 钻石走川坚硬熔岩 是时候该相信你也有潜能了 亚当格兰特说 许多人梦想着实现目标 他们以他们获得的地位与荣誉 来衡量自己的进步 但最重要的成就 其实是最难衡量的 最有意义的成长 不是打造职业 而是塑造品格 所谓的成功 不只是达到目标而已 还要落实我们的价值观 每天努力精进自己才是王道 没有什么成就 比释放隐性潜能更卓越了 彻底解除你的天赋限制 读完这本书将自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不要害怕尝试新方法 欣然接受学习新方法的不适感 设定你每天或每周至少要犯几个错误 你就不会那么在意犯错 而且会进步的更多 征求建议而非意见 意见会促使别人批评你 建议会刺激别人指导你 分辨哪些资讯来源是值得信赖 再决定哪些值得吸收 哪些应该过滤掉 追求卓越而不是完美 思考你在哪些方面真的需要达到最好 哪些方面只要够好就行了 卡住不动时掉头寻找新的出路 这通常是找到前进之路的唯一途径 与其让无知的质疑者摧毁你的信心 不如把它视为证明他们看走眼的机会 当你的信念动摇时 回想一下你是为谁而奋斗 我们最深的任性来自于知道有人指望着我们 作者简介亚当·格兰特 毕业于哈佛大学 并获得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为青少年奥运跳水选手 不到30岁 即成为世界知名的商学院最年轻的终身聘教授 入选美国商业周刊最受欢迎的教授 他获选为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思想家 最佳商学院教授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并荣获美国心理学会 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 杰出科学成就奖 美国心理学会赞誉格兰特 改变了我们对工作动机的既有认知 并点出了人际关系可带来无所不在 强而有力的激励因子 他同时也是TED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观看数累计超过3000万次 并主持热门Podcast节目Rethinking 格兰特的第一本书给予 出版后即备受各界赞誉 而在相隔三年之后 他才再推出第二本书 《反叛》 《改变世界的力量》 从不同角度探讨个人和企业的成功之道 并提供创新的思考 果然一推出几月居全美畅销冠军 并入选亚马逊当月最佳好书 目前他的两部作品已被翻译成 35种语文版本 另于雪柔桑德伯格 合著由《拥抱B选项》 累积销量超过数百万册 2021年格兰特出版迄今为止的代表作《逆思维》 不但全世界销量突破百万册 更与台湾销售突破十万册 横扫各大通路年度排行榜 获伯克莱成品金石塘书店选书 并获得伯克莱Books Power 读者票选最爱碑文学书 2023年格兰特出版新作《隐性潜能》 美国销量在短时间内就突破45万册 并售出38种语言版权 成为新一代的现象级畅销书 你听过从混凝土的裂缝中长出来的玫瑰吗 它证明自然法则是错的 没有脚也能学会行走 这看似有趣 但借由持续逐梦 它学会呼吸新鲜空气 图帕克夏库尔 混凝土中开出玫瑰 1991年的夏天 某个寒冷的周末 美国一些最聪明的青少年聚在底特律郊外的一家饭店内 这群学生涌向他们的指定座位时 整个大厅都是闹哄哄的闲谈声 即使一开始全场鸦雀无声 只剩滴答滴答的声音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排排的黑白方格上 这是全国初中西洋棋锦标赛的现场 近年来这项赛事一直是由那些有资源 把西洋棋纳入学校课程的高级私校 与名校的校队独占凹头 这次的未免冠军是道尔顿中学 这所纽约市的精英预备学校 以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冠军 道尔顿打造了相当于奥运训练中心的西洋棋培育环境 每个幼儿园生都会上一个学期的西洋棋课 每个小医生都会上一整年的西洋棋课 最有天赋的学生有资格在课前与课后 接受美国顶尖西洋棋老师的指导 道尔顿的王牌人物是神童乔西韦自秦 他的生平故事在短短两年后就成为热门电影天生小棋手的原型 即使韦自秦与另一位当红的棋手 今年都没有参赛 道尔顿依然是一支强劲的队伍 没有人把狂宝队视为竞争对手 他们紧张地走进饭店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他们与那些富有的白人对手几乎没有什么共通点 狂宝是由一群贫穷的有色人种学生所组成 包括六个非裔男孩 一个拉美裔 一个亚裔美国人 他们生活在毒品 暴力 犯罪肆虐的社区 大多在单亲家庭成长 由收入低于道尔顿学费的母亲 姑妈 姨妈 或祖母抚养长大 狂宝队是来自哈林区43公立中学的八年级与九年级学生 他们与来自道尔顿的对手不同 没受过长达十年的训练 也没有多年的参赛经验 其中一些人是小学六年级才学西洋棋 队长卡绍恩·亨利 十二岁才开始下西洋棋 而且平时是在公园里与毒贩对弈 在全国赛上 各队可以保留最高的几个分数 并排除其余的分数 像道尔顿那种大队 可以排除多达六个分数 而狂宝队则几乎无法派出足够的队员参赛 所以每个分数都很重要 他们没有什么余裕可拿来垫底 想在赛史中胜出 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展现出最佳奇异 狂宝队一开局就势如破竹 一开始他们最弱的队员就出乎意料地击败了排名比他高数百分的对手 其他队员也表现出色 各个击败了经验远比他们丰富的对手 最后共有63队进入准决赛 狂宝队名列第三 尽管缺乏经验 但狂宝队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们的教练是年轻的西洋器大师莫里斯·阿什利 莫里斯是杨买家移民 年约25岁 他的使命是打破深肤色孩子不聪明的刻板印象 他从经验之道 虽然天赋是平均分布的 但机会并非如此 他可以在大家看不到潜能的地方发掘潜能 他想在混凝土里种出玫瑰 但在倒数第二轮的全国锦标赛中 莫里斯眼睁睁地看着狂宝队开始节节败退 卡绍恩在领先之后 不小心出错 勉强取得平局 另一名棋手在即将获胜之际 不幸遭到对手逆转勤后败阵而退 他不禁痛哭失声夺门而出 还有一场比赛一开局就荒腔走板 莫里斯看不下去 干脆走出比赛大厅 这一轮结束时 狂宝队已从第三名跌到第五名 莫里斯提醒他们 他们只能控制自己的决定 无法控制结果 为了鹰头赶上 狂宝队必须赢得最后四场比赛 并祈祷那些顶尖对手输掉比赛 但无论结局如何 他们现在已经晋升为全国最好的棋队之一了 他们不需要靠赢得比赛来赢取人心 他们早已突破众人的期望 一般认为西洋棋是一种天才对决的比赛 顶尖的年轻棋手往往是神童 先天具有过人的脑力 能够记住连串的棋步 迅速分析盘式 预先看出未来的走法 想打造一支西洋棋的冠军队伍 最好的办法就是像道尔顿那样 招募一群神童 从小就让他们接受密集的训练 莫里斯则是反其道而行 他一开始是指导一群碰巧 对西洋棋感兴趣又有空闲的初中生 其中一人还是班上的恶霸 他们大多资质平庸 成绩平平 不是因为具有任何西洋棋天赋而获选 莫里斯回忆道 我们这队没有任何明星 然而随着最后一轮比赛的进行 狂宝队设法守住了阵地 两位队员勤王大获全胜 卡绍恩与分数更高的对手对异时 表现得可圈可点 不过即使他能抱了门胜出 狂宝队也清楚 那可能还不够 他们在那一轮的第一场比赛中 以平局告终 几分钟后 莫里斯听到走廊的镜头传来喊叫声 阿什利先生 阿什利先生 经过最后一场漫长的激战 卡绍恩克福万难击败了道尔顿的顶尖棋手 令众人震惊的是 那些领先的棋队竟然都失常了 让狂宝队有机会与其中一队并列第一 队员兴奋的击掌与拥抱 欢呼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短短两年内 这群来自哈林区的穷小子 从西洋棋的新手 晋升为全国冠军 但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弱势者赢了 而是背后的原因 他们培养的技能 最终可带给他们的回报 将远远超越西洋棋冠军这个头衔 每个人都有隐性潜能 这本书是探讨如何释放这种潜能 大家普遍认为 杰出的才华 大多是与生俱来的 而不是靠后天培养 这种观念导致 大家颂扬学校里天赋异禀的学生 天生的运动员和音乐神童 然而不是只有神童才能成就大事 本书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 每个人都有能力发奋图强 成就大事 身为组织心理学家 我的职业生涯 大多是在研究推动个人进步的力量 我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挑战你 对个人潜能的一些基本假设 在一项突破性的研究中 心理学家着手调查音乐家 艺术家 科学家 运动员的特殊才能源自何处 他们对120位荣获古根和奖的雕塑家 国际知名的钢琴家 受到奖项肯定的数学家 开创性的神经研究员 欧运的游泳国手 世界级的网球好手 做了广泛的采访 也访问了他们的父母 老师与教练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些成就过人的精英好手中 仅少数是神童 那些雕塑家中 甚至没有一个人 被小学的美术老师 认定有特殊能力 有一些钢琴家 在9岁以前赢得大型比赛 但其他人只是与手足 或邻居相比时 显得有些天赋 那些数学家 与神经学家的中小学成绩 确实很好 但在班上实力坚强的学生中 并没有特别突出 几乎没有一个游泳国手 在年少时创下纪录 他们大多赢过地方赛事 但没拿过地区或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多数的网球好手 在第一场锦标赛的前几轮落败 花了几年才晋升为当地的顶尖选手 教练之所以看重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有非比寻常的天赋 而是因为他们有非比寻常的动力 那种动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那往往是来自一位 让学习变得有趣的教练或老师 那份研究的首席心理学家总结到 只要提供适合的学习环境 事实上任何人能学习到的东西 几乎所有人都学得会 最近的证据凸显出 学习环境的重要 要熟悉数学、科学或外语中的一个新概念 通常需要七八次的练习 那个重复的次数 适用于小学到大学的数千名学生 当然有些学生只要练习几次就熟练了 但不是因为他们学得较快 他们的进度其实与同侪一样 只是他们第一次练习时 先赢在起跑点上 例如有些学生对相关的教材已有初步的了解 有些是父母提早教导 或早一步自学 一开始看似天赋差异 其实往往是机会与动机上的差异 评估潜能时 我们犯的一大错误是 把焦点放在起跑点上 也就是那些显而易见的能力 在一个颂扬天赋的世界里 我们以为最有前途的人 可以在人群中立即脱颖而出 但其实高成就者的初始天资 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单凭起跑点的能力来判断成就 是看不到潜能的 你无法从起点判断他们的终点 只要有恰当的学习机会与动力 任何人都可以培养技能 创造出一番成就 潜能与你的起点无关 而是看你在过程中走了多远 我们需要多关注过程中的进展 而不是起点的优劣 相对于每个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 总是有好几个像巴哈那样缓慢崛起 大气晚成的大师 他们没有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而是透过自身努力或环境培养出长才 成就斐然的人很少是先天的天才 他们大多是后天的地才 忽视后天培养的影响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它使我们低估了进步的潜能 以及可学习的才能范围 进而限制了自己与周遭的人 我们因此固守着狭隘的舒适圈 错失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看不到别人的潜能 关上了机会的大门 阻止了自己与他人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挑战自己的强项 超越自己 是发挥潜能及攀上巅峰的关键 但进步不只是达到卓越目标的一种方式 进步本身就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成就 我想指引大家我们如何精进进步的能力 这本书不是谈雄心壮志 而是谈渴望报复 诚如哲学家安妮斯卡拉德所言 雄心壮志是你想达到的结果 渴望报复则是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问题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 获得多少头衔 或累积多少奖项 这些地位的象征都不足以代表进步 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努力 而是你成长了多少 成长不只需要心态 而是始于一系列我们通常忽略的技能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隐性潜能》 华顿商学院最具影响力教授 突破天赋极限的实证科学 作者亚当格兰特 译者洪惠芳 出版社平安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7月29号